五十六東方日報 機艙破手四大法案特點 2015年7月10日 港文A22 本報信 近年內地機艙老鼠試虐國內國際航線 據內地空中警察的調查統計顯示 列出機艙破手四大法案特點 包括法案高峰期在暑假及長假期 選成票價不貴的中短途機 最近兩年有轉工國際航線及商務客艙下手的趨勢 下手時間在凌晨 下午和晚上 有本地空中服務員指 機艙四趟增加 都是跟回一般做法 當藝場作搞皮 並注意乘客一舉一動 提醒乘客如發現有乘客行為怪異 或是布尼座位打開行李櫃 便要格外留意其動作 並報告空中服務員 由前年開始 為了打擊機艙老鼠 內地規定乘客登記須用第二代身份證 已度絕有同類案底的人登機搵食 國內航線的機艙到試探開始減少 爬手轉移用護照及商情證 轉到港澳非東南亞或中通航線搵食 多數一次飛往多個國家機艙老鼠 多數一次飛往多個國家或城市 每程機軍下手 去年開始攻入商務艙 並留意同艙乘客的行李來識別有沒有貴重物品 其後故意將自以行李放在同一行李櫃 有時推准乘客剛上機最混亂一刻 以及用餐後屬睡或如痴時 打開行李櫃洋裝整理行李 翻開其他乘客物品偷東西 或拿走放入連一盆行李櫃 若被揭發便揚清拿錯行李 去年內地公安揭發兩名內地男子 在一年內辦商人承坐商務客位 來往上海、北京、香港和澳門多次犯案 其中一次盜取13萬元港幣 有商務客位的空中服務員稱 商務客位有30至50多個座位不等 軟教經濟客位少 而空中服務員人數為4至6個 乘客樣貌比較異認 若有乘客鬼鬼碎碎 都比較容易看得出 可以說容易瞞破多罪案 一般中長途機會每15分鐘巡一次機艙 短途機則較密集